熊吉出品必俗精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熊哥 我是阿吉 很高级你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薅羊毛被薅惨的故事 很好啊 听一听 就是薅羊毛是不是 有人经常 就是我们觉得公家的东西 是吧 有一些补贴啊 有一些东西 就是几十块钱钱也不多 我们可能可以用来给 就是就是改变 改变一下萤幕 平常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挺多的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啊 大家IT都现在 大家经常在裁员情况下 就是有一些在大厂的员工 就是因为这这一点不小心 就被开除了 年薪几十万了就被开除了 嗯 就是这个报道 说Meta上周开除了洛杉矶地区的二十几个员工 因为他们滥远了25美元的火贴 火值津贴 就是用来购买生活用品 嗯 Meta 就是 其实Meta就是你知道他们都是 待遇挺好的嘛 给员工的话有那个免费食堂嘛 在总部的话有个免费食堂里面很多好吃的 每天就是你你你去吃饭吃饭不要钱 嗯 是啊 他怎么跟购买生活用品联系 起来呢 对啊 但是其他但他不止Meta除了在总部就是呃 硅谷以外其他的办公室他人不是很多呢 他就没有配备食堂嘛 哦 他没有没有配备食堂的其他办公室的话 那么就可以说你可以去点Uber Eats 或者是其他的今天就可以就是就提供这个 就是可能是券嘛 就是Uber Eats 哦 呃 发你订你订个外卖25块钱是吧 送到你的办公室就给你吃 你晚上就吃完回家也行 然后呢 他发购买的是早餐20美元 午餐20美元 25美元 晚餐25美元 其实也挺多的了 一个人吃饭 哇 挺多的 对吧 一天给你发个70块钱 嗯 就是说有有一些人就是这次被开除的员工是长期滥用 或者今天一些人会在凑足较多钱以后购物 另外人在家的在家的时候叫外卖 但是就叫外卖送到他家里 而不是送到办公室里 嗯 嗯 有一些人就长期这样做 然后就被开除了 那偶尔有一些 就是有些员工偶尔这么做 他就被训除 但是没有丢掉工作 就是说意思是有些人把这每天70块钱攒起来 然后去买别的东西了 没有买吃的 嗯 我也不知道UberEats能买的啥 哦 UberEats可以用来买生活用品的 就他如果得到UberEats券的话 你可以用来买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用钱吗 就他可能每次申请的申请报销报销报销 然后他把钱攒的账户涨比较多的时候 他就买点别的东西 说 那这些人就因小事大了 对啊 几十块钱 你知道他们Meta的员工平均工资都好几十万了 是啊 为了几十块钱的丢掉了几十万 你说每天70块钱 你就算20天 一天70块钱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的事 对啊 你1000多块钱 他长期的这么干 然后Meta就觉得啊 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些人不行 但这么说呢 实际上呢 就是 因为这么严打了 也是因为Meta就真的想裁员 知道吧 就是他也是找个借口 就是在和平年代 大家都没关系 但现在呢 是一个非常时期 所以说他们就 你看 他说在匿名平台上 一个Meta员工就分享说 他透露自己年薪40万美元 工作时间是晚上和周末 但是 他是他会把火车津贴用来买茶和牙膏 就是他不在办公室吃饭的日子 比如他他老公有煮饭 或者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他觉得不应该浪费这笔碗汤钱 他就把它用了 然后他被人自制调查的时候 承认就让用津贴 然后就被开除了 就是说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年薪40万美元 就因为这几十块钱 是吧 就被开除了 但是呢 但是的Meta这个 Spotan这个时间点是很很很击巧的 开除这些滥用福利的员工几天以后 又针对WhatsApp Instagram RealityLab 部门进行重组 就包括裁员与调职 就是大概 就是因为这个在裁了几百几百个人 所以说他可能是找一个办法 就把你这些人裁掉 就是这样裁掉合理 就是合情合理 在在好的时候 谁都不会看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不好的时候 他这些事情都拿出来说了 就大家要小心点 所以我们不要养成乱耗 公司羊毛的习惯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Instagram Instagram也是Facebook Instagram Facebook Reality 还有MetWhatsApp 许多受影响的员工 就是软件工程师 他们Meta 都采用软件工程师 也采用提衡的 他们就是 有些 就是大多数受影响的员工 被提前几周 受到通知 说要么被取消 要么要调导新的团队 并且他们 可以在内部申请 对他们开放的其他岗位 有些人 在内部找到了工作 有些人没成功 还有能提前接受了 四个月的离职补偿金 就没有在这个过程 但是他们说跟这个几率 除分无关 就洛杉矶办公室的 这20个人 对 然后呢 Meta现在有7万多人 在2022年和2023年 公司已经踩了数万个人 我觉得 但有些人就觉得说 公司近年不断在重组 就是Reality Lab 是每隔几个月就重组 Reality Lab 就是他们虚拟现实的部门 你一直在亏钱 一年花几十亿的 其实这 他们这些重组的地方挺爽的 可能是一直不用干活 不是的 那你就可能 你找一直要找工作 你如果这个重组以后 你的你的 你的部门没有 没有活干 你的找新的下家 要不然就被拆了 有可能 我记得以前 我做过一家公司 他也是在重组 有三个月没有干活 你看看他就说 Meta很多团队调整 就是将团队签到不同地点 将部分员工调到其他岗位 那岗位比取消的情况下 就会努力 他们说会为你受影响 员工调到其他机会 但是就是说 很多人就没有 但本周就直接收到有件说 由于岗位被取消 本周五家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日 知道吗 就是有些人 很多被拆的人 员工资 入职只到一年 或者不到一年 就是有个人 就是被调了 一个新的团队 然后这个新的团队 就直接被拆掉了 就是说 我被调了 调了新的团队 那这新的团队 可能你不熟 对吧 那人家如果要拆的时候 都拆你这个新员工 所以现在这种 正在裁员的风潮之下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啊 但是就是说 绩效评估也变得很严格 就是很容易就打地方 我觉得我们在 我们家去这种严格的环境 基本上活不下来 感觉 活不了两级感觉 但是如果已经有了meta 这个工作经验 应该是很好找工作 去小地方 那你眼界也提高了 已经活 已经感觉不能 游减入涉意 游涉入减难了 你是觉得小公司觉得 你你有你前途 但第一个小公司 也开不了那么多钱 是吧 你肯定降薪了 第二个就是 可能小公司管理 比较没有那么好 大公司还是比较爽的 首先就没这个劝吧 你也耽误不了 就说工作还是工作吧 不要以好羊毛为目的 对 所以说我在说好羊毛 好羊毛 我们it人很多年薪几十万 就喜欢好几块钱的羊毛 觉得几十万都觉得理所应当了 多了一块钱都是自己赚的 对啊 所以说要小心点 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it就是这个软件部门 都是都是一个重宅区 因为是一个大的cost 所以都都秒都看着的 你赚的钱越多 高处不胜寒 就是不要去整那 那个那些小小事情 因小事大 对吧 嗯 然后今天吐槽一下Meta Meta对于这个人的方面 就是裁员 大家都感觉现在大厂的变着房子 变着法子在裁员 裁出个新花样来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要遵纪手法 就是大的要守 小的也要守 要特别小心 要跟大家分享这件 这件小事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嗯 对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 啊 什么想法或者意见的话 或者什么 想要 类似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 关注 转发 打个小铃铛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和Discord讨论群 支持我们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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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